明天立法院要开议 我们说这是一个尴尬的状况 真的是史上第一次 那么现在看到的行政院长 要用什么样的姿态 什么样的表情 去面对明天 上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的样貌 因为院长依旧是王金平 那大家当然是昨天 中天频道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可能大家都在想尽办法 用脑动脑 赶快看看明天的场面 会是什么样 几套剧本 三套够不够 不够的话 我们第四套第五套 怎么去面对 当对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讲 我们要说到了 这位永远的国民党员 在这里拿到了 假处分的一个裁定 那么他确认 他是有党员资格 继续坐在那 接下来他又如何展现 他是党员应尽应有的 表现跟义务 在这里让大家看到 有意识效率的一个新的会期 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 统统没有解决 当然还要关注到的是 在这里要缴获在里头 还有民进党 那民进党现在 立法院他们已经 他们正式定调说 在立法院发动弹劾 要弹劾马英九总统了 弹劾门大很高 但是一定要做 因为他们要捍卫宪政 因为现在是一个 特务治国的一个状态 谈和总统之外 要求废除特征组 要成立关说 宜云案的一个调查 调阅委员会 还要立法院找 中立化等等的提案 所以春节老师 诚意很高 可能做到吗 明天真的就是一场灾难 灾难 我是觉得说 这次马王政争 很大一个无辜的 无望之灾 就是核四案 忽然间就不见了 就撤掉了 我觉得核四是个 非常好的公民交易 大家进行公投 重新来认识一个 国家重大决策 而且这个跟蓝绿无关 就因为这样 就不见了 我觉得蛮可惜 民进党没有把 这条件我也觉得很不应该 看起来都有道理 我先讲 就是说严格讲 我认为说 明天立法院 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劲 会去羞辱江仪化 这次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江仪化 前面做了一些事情 可是我们严格讲 是制度对制度 角色对角色 江仪化其实应该 先扪心之温说 你真的还可以 掉到那边去吗 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是政治学者 台湾一流的耶鲁的 你做了这样 你还恰当去吗 如果这个时候 行政院自己本身 有所表示 该怎么样弄 我是觉得说 立法院反而恶搞 硬干的时候 老百姓会看清楚 你如果问我 我是觉得国民党 现在战略还在拗说 他们有多大正当性 王建民官说是对 可是你乱打人是错 还在拗 我认为今天报纸上 看到有些东西是好事 就是说 开始让立法院透明化 然后他这个密室政治 我一直想说 赶快把密室政治协商 你们什么王阿科 赶快下来了 你看王建民什么反应 他说怎么都 全部都透明化能够办 马上就打到药 什么都哭哭 手甩 所有事就照正办 照正常的事情做 不要大家都在玩什么 你方案A方案B 策略一策略二 大家在搞全谋心计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 不是为了国家的制度 所以我认为明天 是一场灾难 是一场秀 但是某种程度 大家就是各自 就拉回自己的支持者 对于整个这个国家 应该怎么样正常运作 我完全同意 在这个僵局的时候 是应该倒戈 倒戈之后就是解散工会 重新展现民意 大家问说 你们是到底在搞什么鬼 将来国家怎么弄 而且因为这一次 政争所曝露出来的 所有人质的问题之外 更重要是制度设计 很多结构性不周全的部分 都可以同时来解决 同时也要问说 为什么我们会选出这些人 都是这样子 台湾的全局制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真正像样的人上不来 我们国家因为控制在这些人手上 所以这一次 我还真的非常站着 国民党 是不是应该把你们的927提早开会 党内好好进行一场辩论 到底王军民该不该杀 王军民如果该杀 凭什么在里面继续挺他 好 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反弹 应该该杀人 怎么冰天弄成这样 我们犯了什么错 我们还不要执政 如果我们真的不执政 怎么要把政权交出来 如果还要执政 到底要把这个国家 弄成什么样子 端出一盘出来 那就不是只是明天局部 在国会里面这样弄 我谈的全部是理想 但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立场 可是权力在他们手上 舞台他们在弄 明天就是闹剧一场 好 闹剧一场 大家要期待 但是说到 如果在这个整个案子发生 途王季一路发展到现在 大家看到制度性问题 可不可能在这有些的解决 还是我们看到 真的就是斗争 那两个阶层而已 斗完之后 现在各自是稍微缓了下来 是因为明天开议之后 反应现在就心里 走下去了吧 就这样子吗 这个事情好奇怪的发生 就好奇怪的结束 我们待会回来